其實剛剛變聚馬講說 人不要鐵齒 因為我自己本身 就是一個很鐵齒的人 我從小測出來八字就很重 所以我會覺得說 因為像我很多朋友他們都會說 出去譬如說跟我同房 譬如他平常很容易被壓 但他只要跟我一起 就不會被壓 就是我的體質 陽氣很重 對 我陽氣非常重 所以我每次出國 大家都會搶著要跟我睡同一間 因為我就是可以鎮壓住這樣 然後是直到我真的遇到 我才就好不要再鐵齒了 真的有這件事 就是會還是會看得到 不管你八字重不重 然後這個事情是發生在 大概應該有十年前了 然後當時我是去探班 去探那個 那時候盧學瑞跟柯家宴 李國藝有一部戲 叫做比賽開始 在花蓮的光復堂場拍的 然後當時我就是有放假 他們就說 那你要不要來探班啊 所以我那時候剛學會開車 我就自己開車到花蓮找他們 結果有一天晚上的時候 剛好他們隔天是空班 所以盧學瑞就跟我說 他親戚在附近有買一間房子 就問說 還是我們今天就不要住在劇組了 我們就直接去 那個我親戚家住就好了 然後大概是一兩點左右的時候 就想說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車去 那個他親戚家 對 結果就不知道為什麼 開到一半的時候 那個盧學瑞就突然說 我們走這條路啦 這條路是捷徑 比較快 大概三十秒就到了 那如果你開大路 可能要開到五六分鐘 我就說好啊 因為我也不熟嘛 我常常聽他的 結果我就開進去 才發現那條路是那種 很多路是完全沒有路燈 結果我一開進去發現 我的車是小車喔 結果它是完全卡到我的後照鏡 旁邊全部都是芒草 這麼高的芒草 然後整條路非常的暗 我打霧燈 我都只能看到前面 就大概這樣的距離 所以我車速很慢 那條路經過很多什麼廟啊 還有一些墓碑啊 就是在左邊這樣子 我們開的時候是經過這樣子 結果就開了 開開開 開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前方就有一個人 這樣子到我們車前面 然後我們就嚇到想說 這麼黑的地方 怎麼會有一個老人 在那邊 然後把我們車廂壓住 然後全車都看到了 我們都有看到 然後他臉色是非常的 就是兇成二下 然後我們當下想說 怎麼這麼可怕 然後他們就說 然後大家就安慰姿 你已經覺得有點怪怪了嗎 你們都已經覺得 那個氣氛有點奇怪 然後一個老人這樣壓著 對 然後大家就一直安慰說 沒事啦 應該是因為這邊居民 可能已經習慣了這邊的暗渡 然後沒事 可能我們打擾到他們 或怎麼樣的 我們就想說 好沒關係 那我們就繼續開 你那不是打擾 你壓到他耶 對啊 你沒想到再看一下 不是 他這樣子以後 你繼續開 沒有他就 壓完以後 他就瞪了我們 就往旁邊 就倒掉了 就倒掉了 所以我們就繼續 他有跟你講什麼嗎 沒有沒有講話 就繼續往前開 但是他不是說 30秒就會到嗎 我那時候一開 大概快五分鐘 然後突然就有 忘記是誰就說 我覺得我們要不要 不要再開了 因為覺得怪怪的 顏目回去 感覺已經沒有鏡頭了 我說好啊 而且我是開車的人 所以我也很緊張 因為我很怕 看那個後照鏡 看到一些不該看 然後很黑 你知道 當時的心情就覺得 好 我就趕快回轉回轉 然後我們就往回開 那不是說我 我去的時候 左邊有經過很多坟墓啊 一些墓碑 然後一些廟 小廟這樣子 然後他是在我左手邊嘛 所以代表 我來的時候 我是經過他嘛 對 前方是有路的嘛 對 就往回開的時候 我們又遇到剛剛那個 阿伯 對 又來壓 又出現在我們的車 然後他就 一直瞪著我們 然後跟著我們的車走 然後我就 那他是怎麼出現的 就不知道啊 就突然開一開 他就出現在前面 然後我就往前開開開 開的時候 超扯 我們看到 裡面 十牆 不誇張 十的牆壁 十的牆壁 然後就這樣 擋在我們前面 所以你來的時候 明明有路 結果回去的時候變 回去的時候變十牆 他就是很像 你去那種電影 有那種很厚的那種 很像 對 就移動迷宮那種 很厚很厚的牆 那怎麼辦 城堡的牆 然後 我就亂開 我就趕快亂開 隨便亂開 亂開 跑出去了 最後有開出去 最後有開出去 然後後來 吳學位才跟我講說 其實他們在拍戲的期間 一直都有靈異故事 來 來